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多了 第一個問題是你做什麼要換手機? 要掉在頸上? 這個對龍秉營夫說 搞創意科技很大諷刺 這個創意科技給別人 什麼創意科技? 不是手機呢? 這個系統在瑞士蓄那張氈 現在就要賣10點了 現在有這個 這個系統 整個兇疫的分子改變了 有個大衆醫師就告訴我 她張氈如果是要增20次 但我張氈給那個患者 他會增兩次很快 我張氈不捨得買 太低了 我就跟瑞士蓄了這個系統 這裏是病患痛症的 我沒有開這個按鈕 但這個按鈕 我現在開了就是把這個 空氣的結構變了 普通的植物 那些民進去借了 但是她可以再散回上去 我據朋友看到她高到六尺這麼高 是的 是的 我一個近來的富商 有一個好朋友 她的外孫女 幾歲就經常病 家裡有很多蚊 很多蚊之後 她打了一部改變空氣的壁蚊器 她不是用那些普通的電波 電磁波 不是 又不是噴霉 她不是 她改變了你的空氣的建構 那些蚊子不喜歡進來 即是不飛進來 接著她擺了一部這個座桌的 有一個雷雷一點病 是蚊子的蚊子 兩個系統 但是一樣的功能 兩個功能 那你說香港的創意 一會兒再說 好像有這樣的問題 一會兒再說 一會兒再說 第二個問題